今年四月底有不法分子从海外返国 透过了托运行李加藏毒品入境 警方持续向上溯源 破获了新北英哥的一间制毒工厂 其中主席人陈姓男子只有国中毕业 自己研究制毒方法 赚取庞大不法俗了之后 还开着跟阿汤哥同款的名车来运毒 行径非常嚣张 一进到工厂内 应路眼帘的是大量毒品原料还有制毒机具 今年四月三十号航空警察局查获 陈姓主贤一伙人从泰国回来 透过托运行李夹藏毒品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来源 发行陈姓主贤在新北英哥的制毒工厂 当场查扣三级毒品一粒棉将近五万颗 毒品咖啡四百二十二包 还有大批半成品还有制毒工具 甚至找到专门制毒的笔记本 是我们现场查扣的一本笔记本 那里面的内容有它相关的制毒的过程 经调查发现陈姓主贤只有国中学历 曾从事木工工作自学制毒过程 接着诱骗年轻人进行非法交易 甚至还开着跟阿汤哥电影同款车辆 BMW i8来运毒行径嚣张 却也因此被锁定 于近期查获陈姓半嫌 为在新北市英哥地区的制毒工厂 及时阻断毒品源头 遏止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警方呼吁制造或者是运输毒品 最高可处死刑 无期徒刑得病科3000万以下罚金 民众千万别以身试法 记者林住强 桃圆报道